在福岛核污染水的处置的问题上 必须遵循的原则我想只有一条 那就是尊重事实 尊重科学 本着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来慎重拖展的处理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线就会发现 日方对排海方案的决策过程 是预设结果 再求作证和背书 日本政府2021年4月就宣布要排海 2022年7月正式推出排海方案 其后呢 有多次的强调 不会推迟 这些都远早于IAEA完成皮肤和发布最终的报告 最终的报告今天才可能发布 也就是说 无论IAEA得出什么结论 日方自己都已经写了决心要排海 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对科学 这是第一 第二 从职能授权来说 IAEA是促进安全可靠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气候 它不是评估核污染水对海洋环境和生物健康长远影响的核实的机构 并且从一开始 日方就限制了IAEA工作组的授权 不接受评估其他的处置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IAEA证明不了日方排海的正当性和核心 以免除不了日方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 和国际影响的核心 在这种情况下 您您可以让一个 software